大家好 我是准备厨 我在三个小儿子特别喜欢吃香肠 但是外面卖的那一种又吃着又不太放心 所以说还是自己在家做 趁着猪肉现在也不是很贵 所以买了两斤全体肉才花了28块 给它清洗干净 两斤的肉我们准备一根肠衣就可以了 先把表面这些盐分给它洗干净 接着我们用流水把肠衣里面也给它清洗一下 洗澡过后加入清水 适量料酒浸泡半个小时 碗中加入葱段 生姜 跟适量的花椒 然后加入清水 接着用手使劲的把这个葱姜汁的汁水给它装裂出来 然后看到这个水已经变绿了 我们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备用 让这个水更冰一点 我们把瘦肉跟肥肉分开 先把瘦肉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过后我们先把这个瘦肉给它打起来 朋友们看一下 就是这种 还是要保留一点点颗粒感的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一个大盆里备用 肥肉部分的话我们先给它去皮 然后切成小块再打 这个肥肉的话就要打成泥了 越细腻越好 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肥肉就一定要打成这种比较细腻的 等下吃起来不会油腻 直接跟瘦肉放在一起 现在开始调味 加入一小勺盐 一小勺鸡精 两小勺白糖 适量的白胡椒粉 多一点的五香粉 三勺生抽 然后一克左右的红麴粉 让颜色更好看 最后加入80克左右的玉米淀粉 接下来朋友们就可以拿出这个葱姜水了 用手摸起来这个水就变冰了 直接把这个汁给它过滤出来 先朝一个方向给它搅匀 像这样搅着有点发黏 我们倒50克左右的葱姜水 然后再次朝一个方向搅匀 朋友们打这个的话 一定要早饭吃饱一点 不然没力气的我跟你说 休息一下 好嘞 后面看一下 这次搅打了10分钟左右 像这样有一点点拉丝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灌肠器 把这个洗干净 开始灌肉 灌个七分满就可以了 不用太满 然后我们把这一头给它拧紧 把泡好的肠衣一端给它打结 然后把另外一头套到灌肠器上 这边最好是把肉举出一点点 这样比较好套 弄到底部过后我们就可以灌肠了 朋友们灌的话就是8分满 不要灌的特别满 然后肉没了我们再接着灌肉 不知道这个肉能不能灌一根了 两斤肉刚刚好 就是一根 然后另外这一头我们也给它打个结 然后这边棉绳给它捆成小结 就长度就根据个人喜好 我这个大概就是10公分 好了朋友们总共做了13节 然后准备一根牙签 在表面扎一些小孔排气 如果有看到那些凸起的更要扎 不然的话等下煮的时候怕它爆开来 接着放在烤架上 因为前周今天有太阳 所以我们用这个风扇给它吹一个小时 然后把那个水分给它吹干 风干过后我们冷水入锅开始煮 我们先开中小火煮 然后朋友们全程就不用盖盖子了 直接开盖给它煮 朋友们我们中小火煮了5分钟 像这样手摸起来有一点点烫熟了 大概就是70度左右 我们现在就转最小火就是纹火来煮 因为煮脆皮糖是不能让这个水烧开的 只能这样子慢慢给它煮 要有耐心一点 不然的话它很容易就爆开了 表面如果有浮沫的话给它撇掉 不然的话等下就粘在肉厂上面了 表面在这小火煮了40分钟 像这样全部都飘起来了就可以了 关火夹起来放凉 然后不烫熟了 我们用剪刀盖剪开 剪至小结 平底锅刷一层使用油 然后下到脆皮肠中小火煎 先煎个6个 等公公下半回来现煎的吃会比较好吃 其他的如果吃不完的话就放到冰箱冷冻起来 然后想吃的时候解冻就可以了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 煎至这样两面都是金黄色 而且表面发硬就可以了 关火 然后为了方便小孩子吃 我们用竹签给它擦起来 对了 掰开一个个头 朋友们看一下 真的自己在家做的话 真的健康又好吃 妈咪小蜜 爸爸 Q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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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Q啊 Q啊吃 放起来顶那儿给它 粘粘的 粘着一起吃 问 问问 好 咯咯 咯咯 咯咯咯 咯咯咯好吃 我转一点 嘛 还有鸡腿好吃啊 在锅里 这个很贵的 這個很貴的寶貝 不行不行 太嚇人了 第二弟這麼一甩真的都裂開了 太薪碎了 哇厲害 厲害厲害 好了 厲害點讚 厲害 厲害 厲害